Hello大家好! 澳門特首選舉有進一步消息 今早澳門憲報 刊登行政長官海誠法部行政命令 應岑浩輝法官請求 自8月28日起 後日免除岑浩輝擔任終審法院院長 終審法院法官及澳門特別行政區 去推薦法官的獨立委員會委員職務 岑浩輝早前出席活動時被傳媒問 是否有意參選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時 當時正在考慮 現在辭職 即是輝哥肯定去馬選特首 今屆行政長官的選舉 候選人的提名期由8月29日至9月12日 按照澳門行政長官的選舉法 主要官員或司法官等 必須在提名開始日前已經辭職或退休 否則不得被提名為候選人 岑浩輝在8月28日會恢復自由身 即是輝哥最快在星期三或四 會出來開記者會 宣布參選澳門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 不過江湖傳聞說 輝哥明天開記者會 至於今屆特首選舉 安排在10月13日 12月20日回歸日會宣誓就任 輝哥出來參選 相信是超級大熱門 肯定可以獲得66票以上的選委提名票 一定能入閘 這集說不定提名票還多到不得了 這集就看到了 如果想支持我記得訂閱吧